我们讲一下中间键怎么去实现 我们找到这个之前这个内部文件 里面有一个express 我们在这个内部文件下面 加一个crr就可以了 就和express平集就行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加一个文件叫likecrr.js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文件就建完了 然后建完之后 我们肯定是还是要引用这个attp的 毕竟它是要启动一个attp服务 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经过这些分析 需要执行这个appl用的去制作 还有applisten去监听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呢 肯定要写一个class 比如说叫likecrr 然后定一个class class里面呢 constructor 过到函数 我们就给它定一个叫做listr middleware list复制成空 middlewarelist就是我们的中间键要存储的地方 然后用use函数 用use函数去注册 listrmiddleware.posh 就是它 use函数传入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实例 传入的是一个一部函数 中间键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这个fn就结束了这个中间键 然后给它posh就行了 直接return this return this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暂时没用到 就是如果有return this的话 它又可以链式调用 比如说app.use 一个中间键 然后可以继续后面这个点 use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接着点use 就是可以链式调用 但是 我们在实例中都没有写过这个链式调用的一个例子 其实在实际的应用中 也不是很推荐这种链式调用 就是除非是你通过链式调用 能把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给它集成起来 就是如果是像这种一个一个的中间键比较独立 而且代码行数稍微多一些的话 还是独立却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return this就放在这吧 就是因为 quare2支持吧 所以说我们就放在这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理解 好这样的话 执行的用途方法就是 现在把这个中间键都给注册到这里面来了 好注册到这里面来了 然后我们再去定义这个listing的这个方法 listing方法和express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传入很多个参数 然后传入很多个参数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attp的creditsever 创建一个sever sever里面肯定要传上个callback函数 callback函数呢 我们还和之前一样 listing callback去返回callback函数 当然这个listing callback 我们就要重新去定义它 然后定义它呢 它肯定是要返回一个return,request,response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attp的creditsever 还是node.js本身的这个创建sever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它的回调函数里面肯定还是要有request和response 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个context这个东西 现在还没有 最后是sever.lacing 然后把这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也不论是想传一个端口啊 还是想传一个回调函数啊 这个都随你 这个listing就定义完了 接下来又是callback的事情 最后我们定义完这个likecall2之后呢 我们接着去把这它model.expose 给它输出出去就可以了 这整理的结构 然后我先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 已经写了这个use函数 也已经写了listing 虽然说callback还没有写 那我接下来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nets 该怎么去用 就是第一个中间键 第二个中间键 怎么通过next一个一个的往下来 这个时候就要需要定一个额外的一个 叫compose 一个组合函数 不叫组合函数 就叫函数 它的意义是组合中间键 所以就compose 组合中间键 compose compose里面需要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midwarelist 你组合中间键嘛 组合中间键肯定要把中间键的列表给它传过来 要不然怎么弄 这个函数要返回一个什么呢 要返回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需要传入一个context 就这样 这是整理的结构 之前这个组合中间键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midwarelist给它传进去 大家看这个地方 midwarelist 其实我们这已经有了 至于怎么调用呢 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它最后要返回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要传入一个context 这个context呢 其实就是我们中间键里面的这个context 因为这里面要写 关于各种中间键调用的逻辑 中间键调用的逻辑 中间键调用的逻辑 你肯定就得需要这个中间键里面 context的这个参数的值 你需要传进去 然后中间键里面这个next的值怎么传进去 next的值 其实通过分析这个midwarelist 就可以找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只需要一个context和midware 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接着来 在这里面定一个函数 叫dispatch dispatch 传入一个参数i 定完之后 我们接着去执行 return dispatch 0 大家看 这个形式和我们在express里面 match的时候 那不是match的时候 应该是handler的时候 就是这个机制单 定义dispatch 然后直接去执行 这个机制和我们这 express里面 这个定义next 直接去执行是一样的 以及这个dispatch里面 将写的东西和这个next里面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是类似的一个形式 我们传入一个i对吧 传入一个i肯定是要从中间键里面去 从这个midwarelist里面是把 这个函数给获取出来 获取出来 之后就要执行 然后try try这个地方 当然就有catch 好 try我们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promise.result result result里面去执行fn fn就是当前取出来的中间键 第一个参数肯定是context 大家看 传入的这个context 就已经有了这个用武之地了 比如说fncontext是第一个参数 这样就能对标到我们这个地方的context的第一个参数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找第二个参数 就是next next呢我们就写dispatch.bind 然后bind的第一个参数是this this是next就可以了 然后i加1 好 我们先继续写完 如果是error的话 就是return一个promise.rejecterror 好保存 大家看 我们说我们的中间键都必须是一个async的函数 然后传入的是context和next 执行async的函数它返回的是个promise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有写一个return promise 叫resolve 然后这个地方本来它返回的应该按理说就是一个promise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这儿在外图再包一个promise的resolve的时候呢 是为了防止你这个地方万一写的不是一个async函数 如果是一个很直接的函数 那这样的话后面就不能有avit了 如果你这儿写的这个很普通的函数该怎么办 如果执行很普通的函数那就返回的不是promise对吧 按理说我们这儿应该返回的promise 那返回的不是promise那就会报错 所以说我们慢慢用一个promise.resolve进行一个包裹 比如说无论你这个中间键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函数 还是说是一个按规定的一个async函数 那经过这个promise.resolve的一包裹 执行之后返回的全部都是promise对象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我这个core2整体的这个中间键的这个结构机制了 当然同理如果是error的话就返回一个promise reject error也是这个try cache里面最终它要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最终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对象 好我们整体回顾一下就是 dispatch它是传组i是执行一个一个中间键 然后我们先去执行dispatch0 就执行第一个中间键 然后取出第一个中间键 取出第一个中间键 然后try cache里面是统一化 它就执行这个中间键 它会通过这个promise.resolve 或promise.reject 再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那执行这个中间键的时候 我们传用的是context的这个参数 就是对标的是这个context的参数 后面有一个dispatch在bund 然后后面有一个i加1 i加1大家看dispatch在bund 绑定了i加1的时候 它就会取出第二个中间键 因为i当前是0 如果i加1的话 那就是1就取出第二个中间键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个next的这个机制 就已经实现了 其实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什么i加1的这种方式 每次传来都加1 然后获取下个中间键的这种方式 和这个express里面 通过这个stack.shift的这种方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stack.shift 不就是取出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 然后把这个数组 相当于是减小一个元素 就是永远取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那这儿呢就是说 我通过i加1的方式 取出下个中间键 也是通过数组中去取 反正是这两个的机制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现在细节不一样而已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compose这个函数 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传入一个中间键的一个列表 当然这个列表是通过这个us来注册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就能找出第一个中间键 并且去执行 然后传入contacts的这个参数 以及我们会实现这个next的这个机制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next的机制 然后呢就是还通过这种try cache的方式 和promise.resolve和promise.react的方式 来保证我们所有的中间键 返回的都是一个promise对象 OK我们先保存一下 那这个compose这个函数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callR2的实现中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那我们继续吧 继续的话就得去接着去写这个callback的函数 callback的函数呢 它反过的是一个request和response的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过这个地方还没有contacts 那我们得把request和response变成contacts 所以说我们加一个叫做createcontacts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要传入一个request和response 然后其实很简单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做过多的工作了 就是直接就定义这个叫contacts 复制成requestresponse 就是我们把request和response一组合 就组合成这个contacts了 其实这个原理上和callR2是一样的 只不过callR2可能做了一些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它会把request.query 复制给contacts.query 就类似于这样 contacts.query复制成request.query 等等还有好多 但是我们这就不再写了这些细节的问题 最关键的就是把这两个组合成contacts 然后returncontacts OK这个时候有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contacts contacts就复制成requestresponse OK 接下来就是有了contacts之后 我们就要去执行吧 执行中间键吧 执行中间键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获取当前第一个中间键来执行 怎么会当前第一个中间键 那我们刚才这个compose这个函数 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所以说 fn复制成compose这个函数 然后list.midwarelist 把这个midwarelist传进去 传到这个compose函数里面去 然后compose函数就会返回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要接触一个contacts的一个参数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们有了这个fn 需要contacts 然后contact这个地方正好还是有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函数 去统一的处理吧 我们叫handerrequest 然后这里面需要接收contacts和fn fn就是midware 这个fn其实就是这个fn 这个contact就是这个contacts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return这个fn 传入contacts就可以了 OK 那在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去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returnthis.handerrequest 然后contactsfn 大家看啊 contacts获取之后 fn获取之后 我塞到这儿来 然后就执行这个this.handerrequest handerrequest呢 就是contact和fn拿到之后呢 这个fn是compose这个方法返回的 它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正好需要接收一个contacts的一个参数 所以说在这儿就执行 然后就返回了 OK 这样的话这个整个逻辑就完成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眼我们当时的一个设计思路 首先是一件引入attp 然后是我们定义一个class 叫like.r 当然把这个class要输出 工作函数里面要定义一个mediawarelist 输入个空数组 等待被注册 然后通过用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中间键都注册在这个数组中 接下来是定义这个listen listen的这个定义其实和express 这个listen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通过etgp.create server来 创建一个服务 并且对服务进行监听 然后callback呢暂时没有写 没有写之后 拐到上面去写这个compose这个函数 compose这个函数就是组合中间键 那它需要传入个中间键的列表 它可以返回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接受一个context的一个参数 那在这个里面主要实现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实现的第一个 实现的是中间键的执行 以及中间键执行封装成一个promise 不管中间键写的是不是一个async函数 就封装成promise 这是一个错误兼容的处理 也不能算错误兼容 就是书写格式兼容的处理 还有这个next的机制 就通过这个dispatch.bind 然后后面传入i加1 来实现这个next的这个机制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没有next的也就没有中间键 好有了compose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context 获取第一个中间键 然后去执行 执行正好是传入这个context的参数就可以了 但是中间还有设计一个叫createcontext的一个参数 其实就是把这个request和response 进行一个组合组合的context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中间键的一个原理的实现 大家看这个代码比较少 一共58号代码 然后express中间键的100多号 主要原因是在于express中间键 它还涉及到一个match函数 就是一个match和url去匹配中间键的 在core2里面 它因为它没有路由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拿url和match的去匹配 所以说它的内容会少一些 当然也更加方便理解一些